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Cotlin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循环逻辑 循环逻辑当然不止Cotlin 每种语言中都有 Cotlin也不例外 咱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好 咱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一共有三个 Wile DoWile 和Full循环 Full循环是我最常用的 Wile循环我用力比较多 DoWile用的相对比较少一些 但是我都给大家讲一下 Wile循环是什么循环 就是说 咱们先给它一个判断条件 如果说这个判断条件为真 它就循环 如果为假 它就不循环 这是Wile 而DoWile则不一样 你看 Do写在前面 Do是什么意思 英语 做嘛 对吧 我先做一次 做完之后我再Wile 换句话说 我不管什么逻辑 我先做一次 做完之后 我再去判断这个逻辑表达 是不是为真 如果为真 我就继续做 如果不为真 为假 我就退出 不再做 这是它和Wile的区别 然后Full循环 Full循环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先设个初值变量 然后再设一个循环次数 然后再进行循环 或者说咱们给个数组 循环每个数组的内容 等等都可以 好 那咱们看一下 今天的实战演习 现在实战经验 不是很难 咱们先做一下Wile循环 咱们看一下 我首先给一个变量 次数 整形 Count 等于多少次 这个5不能叫多少次 因为循环多少次 是根据不常决定的 不是说根据有初始值决定 好 咱们看 我先给一个Count 等于5 然后我判断 这判断条件 或者说是循环条件 如果Count这个值 大于0 我就进入里面的循环节 没问题吧 Count是几 是5吗 肯定大于吗 对不对 所以说咱们进来 打印一行log 然后说这是D 然后呢 这D是因为我是第一组循环 后面呢 是打印出当前Count的值 5吗 对吧 好 然后呢 5-减 这什么意思 5次级-1 所以说这个循环次数 是根据不常决定 对不对 它要-1 或者说-2 那在循环次数是不一样 对不对 好 咱们说Count-减 是自-1 5变4 变4之后 咱们回来 再循环 判断下这个条件表达式 4吗 大于0吗 当然大于 所以怎么着 继续打印log 这就打印一个4出来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在4-减 变成3 对吧 自-1嘛 然后咱们再循环 一直循环到1的时候 咱们这 比如说咱们1啊 这打出来1 没有问题 然后呢 1-1得几 得0吗 对吧 那么咱们再往这个条件表达式 一负 0 不大于0 怎么着 退出循环 也就是说这个循环 在当咱们是count 自减1的时候呢 是循环5次 好 这是第一个 一会咱们进行啊 咱们接着把看啊 看这度循环 不一样了 度循环咱们上来 我还是先给一个count 等于5 然后呢 大家请看 一上来我先度一次 甭管你是几 我先度一次 所以说打出来是5吧 然后呢 我不偿自减1 这个时候我再判断 如果c大于0 我就继续循环 效果呢 是一样 仅仅是咱们先度一次之后 再做判断 就这么个区别啊 好 那咱们再往下看啊 接下来是我最常用的 负循环啊 咱们简单一点说 我呢 这个负循环的分两种 给大家介绍 第一个呢 咱们循环数组 第二个呢 是我最常用的 循环自定义的次数 给一个处置值 然后再给一个这个范围 然后帮帮帮帮 开始循环啊 好 咱们看啊 首先说 我这儿可以定义一个 呃 kotlin的数组 这样写啊 然后库子这个数组里面 有三个元素 大家请看啊 三个球员的名称 著名的NBA球员的名称啊 库里 哈登 阿詹 三个人吧 然后呢 附给一个叫做names names现在不是变量咯 它不是普通变量咯 它是数组变量 然后咱们怎么循环的names呢 大家请看啊 full 有几种方式 咱们先一个个说啊 full 然后呢 name 这是一个临时性变量 在这个括号中定义的嘛 然后呢 印 印谁 印这个数组 坏的话说 我现在这个语句就是说 我要循环names的数组 把每个元素 附给这个names 附完names之后 进入这个循环节 那咱们这个循环的效果就是说 呃 把这个库里 哈登 阿詹都循环一次 在控制台呢 连续输出三次 他们的名称 就这效果啊 OK 接下来 接下来不一样咯 呃 我不是名称了 我是什么 爱 爱是什么意思 下标吗 对吧 那么咱们怎么循环下标 大家请看啊 names 它有一个属性 叫做index 锁引 换他说 我呢 这次不循环names本身 我循环names这个数组的锁引 锁引从几开始 从零开始吗 012345 那种牌吗 对吧 所以说呢 咱们循环锁引 然后呢 咱们不取到具体的选手 或者说这个球员的名称 呃 名字 而是说取到这个球员所在的当前数组的下标 这是他和刚才的区别啊 好 咱们看啊 我取出每一个下标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做循环 怎么循环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呃 输出这个下标 然后呢 根据这个下标 我再找到 大家请看这个写法啊 找到数组里面对应的元素 对应的名称 然后呢 再输出 那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应该打算出来 下标是排在第几个 同时呢 还打出来这球员的名称 这第二个循环的特点啊 好 咱们再看第三个 啊 这就更好了 这比第二个又优秀一些 又不是优秀啊 又进步一些 什么意思 大家请看 同时打出下标和名字 这样咱们都不用这样去引用数组了 就能够出来 但是注意好 咱们看一下这个names呢 刚才跟的是index 对不对 现在不是了 跟的什么 withindex 什么意思 就是说带所引的数组元素 刚才咱们循环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记得是循环数组 没在这种缩引吗 所以出来是名字 一加上一个withindex呢 哎 它不管有名字 把缩引的也带过来 那既然咱们既有缩引 又有名字了 怎么办 哎 直接使用就能输出 很简单啊 一会咱们运行看一下效果 接下来这个for2 for就非常简单了 咱们定一个i变量 然后呢 循环的变量 这个i变量的范围 是从1到5 一会咱们看一下效果 这就是大概的 quotlin的循环 基本够用了 咱们马上试一下 OK 我考到我的intelligence里面来 然后咱们运行一下 没有错吧 OK Go 因为我是第一次运行 所以有点慢啊 哎 出来 咱们看 咱们一个个看 一上来这个while循环 从5减到0 然后呢 0它就不循环 所以是输出5到1 大家请看 这是第一组循环 我这个1冒号 代表是第一组循环 一直输出到 大家请看 5到1 没问题吧 好 咱们再看第二组 这duwhile duwhile也是一样 初始值是5 当大于0的时候就循环 换句话说 循环到1嘛 对不对 那咱们这2的 第二组循环 大家请看 也是 稍稍我把它拉大一些 也是 大家请看 2的循环 从5到1 没有问题吧 du跟duwhile 都给您介绍咯 接下来咱们看 for循环 for循环的第一组 是便利内部的数组 输出 球员的名称 大家请看 这是这个 第三组循环 库里哈登阿詹 没问题吧 这个地方 OK 第四组循环 厉害咯 不仅仅输出名称 大家请看 还输出它的下标 但是注意 它的下标是从0开始 因为不管哪种编程语言 微必可能还出外 不管那种编程语言 一般的数组的下标 都是从0开始 微必可以从1开始 但它有点特殊 咱们以后就会再说 好 第四组循环 咱们大家请看 既输出了下标 又输出了名称 这个名称 大家请看 这个地方 是通过数组名 加索引的方式取得 OK 咱们再看第五组循环 咱们做一个 withindex 带索引的循环 大家请看 输出内容 其实和第四组循环 是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说 只不过说 这个地方 取球员的名称 咱们不用像第四组循环那样 还跟上一个数组 给个下标 才能取到名称 直接就能取到 为什么 循环到它了 对不对 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看 这个也是非常常用 带数组的循环 带索引的循环 也是非常的常用 请您一定要记住 接下来 走咱们一个自定义循环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写法 给一个i 这是一个循环 每次变量的 负语的变量值 让它从哪循环 从1 循环到几 循环到5 所以说 咱们打印出来 dx循环 直接打印出下标 就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从1 循环到5 15的定义 就这么定义 非常简单 一般学习的Java 和csharp的朋友 感觉可能这样订阅 有点别扭 是吧 但是习惯就好 习惯就好 好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介绍的 关于quotlin循环的内容 应该不是很难 我想有编键的基础的朋友 肯定都能够很快的理解掉 好 那今天的课程 就给您放到这里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开源之工的服务器 然后今天的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酷公司观看 手推您使用YouTube 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